導遊 你有兩個Domain 你有兩個Domain這樣 然後兩個Domain中間 你如果存在有一個 然後121 然後Onto 然後Holomorphic 就是說你存在有一個 Holomorphic 121 Onto的這個Mapping 這個Mapping這兩個domain 我們就說它解析同構 解析同構 這兩個domain就byholomorphic 然後這個Mapping 這個Mapping就是一個同構映射 就byholomorphism 就同構映射 所以你前面它這個定語就跟你講 你那個同構映射都是confirmo 因為同構映射它one to one on two 它的微分都不會等於零 微分不會等於零 所以這個定語就是說 你byholomorphism它都是寶角的 都是confirmo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負面上 我們也會說兩個domain之間的解析同構 它是一個confirmo mapping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會把這個解析同構 就直接講成就是寶角映射 因為它第二個這個敘述 其實有一點就是在講就是說 你如果confirmo的話 那麼它的導數就不等於零 所以就是說你那個寶角映射one to one 所以它這個 所以就是說你兩個domain如果是同構的話 它的同構映射一定都是寶角的 知道嗎? 所以這邊就跟你講了這麼一回事 就寶角映射 那這個同構 這個就是biholomorphism 基本上我已經在課堂上應該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一種分類的動作 它其實就是說把domain把它分類 就是說你兩個domain什麼時候是一樣 是同構 所以它其實就是有一點就是說 你分類的那個動作 那你分類你這個domain domain跟domain之間它的這個同構 你當然也可以看 就是說domain跟自己 domain跟自己的同構 就是說你D如果是C上面的一個domain 或者是CN 或者是高維度的CN 然後N大於等於零 你可以看D到D的這個biholomorphism 就是說你看你這個從自己 然後到自己它的一個解析同構 那你如果是從自己到自己的解析同構 我們另外又給它一個名字叫做自同構 叫做自同構 叫做自同構 就是說你如果是從自己到自己的一個解析同構 我們又把它叫做自同構 那為什麼我們要我們考慮這種自同構 因為你自同構它又有更好的一個性質 就是說你兩個自同構把它合成 它還是自同構 就是說你如果說有一個自同構從低到低 然後你另外又有一個自同構從低到低 你兩個把它合起來它還是一個自同構 也就是說你如果考慮同樣一個抖面上面所有的自同構 它在合成之下會形成一個群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automorphism 低把它記成 all of the automorphism of D 你把這個domain所有的automorphism 你把它收集起來 那收集起來它在這個函數的合成之下 它會形成一個群 這個東西它形成一個群 forms a group 這個很明顯 它會形成一個群 因為你把它合成的話就會形成一個群 可是你在負邊上面 你關於這個automorphism 其實你可以講得更多 那這個當然是要歸功於那個katan 它證出底下這個定語 那這個定語應該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定語 因為我喜歡的定語都是假設越簡單 但是它的結果呢 結果是很強很強的那種定語 那所以其中一個就是黎曼映射定語 它只是假設說你這個domain不是C 然後simply connected 它就通過語言盤 所以它的假設也是很少 可是它的結果很強 它就通過語言盤 那另外一個定語就是katan的定語 那還有一個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schwatzlema schwatzlema也是很簡單的一個敘述 那證明又是等一下我們會再看 又是兩行而已 可是schwatzlema 它具有很好的性質 很好的性質 這三個定語應該是我自己都很喜歡的定語 那這個 這個katan katan 這個katan是兒子 這個叫Henry katan 你不要搞錯 這個不是爸爸 那一個定語是這個katan 這個是兒子做出來的 然後他爸爸 然後他爸爸呢 他爸爸是 Henry katan 那Henry katan Henry katan Henry katan Henry katan在數學上非常有名 你念幾兒的話 你幾乎都會遇到那個Henry katan的那個定語 特別是說你那個Wage Product Exterior Algebra 幾乎都是Henry katan一手創始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複製檔 他們複製檔在那個數學界裡面 其實都非常非常非常 那個比重量 就是說都很重要的那個數學家 那這個 而且你這個Henry katan 他是我們稍後會講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定語 Montel 他是Montel的學生 Henry katan是Montel的學生 那Henry katan 他又非常的長壽 他1994年出生了 然後他2008年的時候過世 他總共活了104歲 就是說Henry katan 他其實是非常的長壽 那我上一次我也跟你講過 你Henry katan 他1994年出生 他在1980年的時候 他得到那個Wolf Medal 也就是說他76歲的時候 然後他得到這個Wolf Medal 那這個Wolf Medal Wolf 這個東西應該 我的印象他是以色列辦的 然後他搬的對象 不只是數學 你像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物理化學 其實都有 那之前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那個新聞 好幾年前 至少五六年前 當時報紙上不是都在報 都說報那個什麼 他說台灣那個翁啟會 他是做化學的 當時的報紙都是在報說 翁啟會 可能 會下一個得到Wolf Medal 就是說 紙化學那一邊 但是他後來沒有得到 我的印象他並沒有得到Wolf Medal 可能是因為股票那個原因 就是說 那個股票那個事情 其實對他傷害很大 就是說 要不然翁啟會 他在那個化學上的成就 其實是很高的 但是後來 後來我的印象 他並沒有得到這個Wolf Medal 那這個Wolf Medal 他通常就是說 我們在學術界 就數學不算 因為數學沒有諾貝爾獎 但是你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物理化學那一些 聽說你 你如果得Wolf Medal 你下一個你就得諾貝爾獎 也就是說 他其實他的分量 不會比諾貝爾獎還要差 基本上他們是差不多是 並行了 而且這個Wolf Medal 他更有一點是說 看你這個人終身的那種表現 而不是說只有看你一兩個作品 他可以看你這一生 到底對這個領域 然後貢獻有多大 我舉一個數學的例子給你聽就好了 就是Louis Ninember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這個Ninember Ninember 他是大概兩年前過世的 兩年前差不多九十五歲的時候過世 九十五歲左右 那Ninember這個人他是做數學的 他生前是紐約大學的教授 紐約大學數學研究所 那一個研究所在全世界也很有名 叫做Kurang Kurang Institute 所以紐約大學的數學研究所 就是Kurang研究所 Kurang Institute 然後Ninember Ninember就是那邊的教授 台灣目前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就是在台灣的 如果你知道的話 應該有三個 一個就是劉太平 在中研院 兩個在台大 一個就是林長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于靖 于靖他下個學習會來我們這邊開課 那目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數學方面的院士 應該就是他們三個 就人在台灣的 你當然還有在國外的 林長壽的老師就是這個 林長壽他是紐約大學畢業的 他的指導教授就是Ninember 那台灣可能還有其他人 他的指導教授也是Ninember 那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說 林長壽的指導教授就是他 那當時聽說林長壽在跟他念的時候 Ninember給了他一個題目 那一個題目一百年沒有人做得出來 就是說那個題目一百年沒有人做得出來 林長壽就把它解出來 然後就交給他 就是說林長壽把那個題目一百年 人家做不出來的題目就做出來 所以林長壽他的博士論文非常有名 他博士論文就是說把這個問題解出來 所以就是說他剛畢業的時候 他就非常有名了 因為他解出了一百年 人家做不出來的問題 然後就得到博士學位 所以Ninember是林長壽的指導教授 那這個人聽說94歲的時候得到這個獎 所以年紀很大了 就是說他已經94歲了 然後做了輪椅 然後得到這個Wolf Medal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獎其實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那林長壽這個人 他在數學上他的成就非常大 你如果不認識那沒關係 你如果還有修其他的課 比如說你修那個方程 篇文方程那邊的一些課 你一定會遇到他 你一定會遇到這個Ninember這個名字 反正我就說有機會跟你講一下 你可以就說認識一下一些人 所以這個也是數學上近代 他跟我老闆也很好 跟我的老師也非常好 我的老師是Kong 這個是我的老闆 這是我老闆Kong 所以他大概在1980年 他得到這個Wolf Medal 就是Katang 就Henry Katang 那Henry Katang 他在這邊做了什麼 我寫給你看 他做了什麼 就是說你D CN 這個N N大一等於1 它是一個Bounded Domain 你看 你看 你看他這個定語 他的假設是什麼 他的假設其實是簡單到不行 你知道嗎 他只有假設一件事情 假設你這個Domain Bounded 有界 他連你那個邊界是怎麼樣 他都不用 你只要這個Domain是Bounded 然後他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Automorphism is a SealMap 禮群 and the the action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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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從這個 Automorphism 然後 add on D 然後到 D 你把這個一個 Automorphism 然後跟上面的一個點 然後把它add on 你這個 Vz 你這個 Mapping is also C Omega Katang Katang他做出這個定語 就是說你 你這個群 我們剛剛跟你講 它會形成一個 一個 群 就是說代數上的群 在那個你函數的合成之下 它形成一個群 可是Katang說 你這個 Automorphism 它不只是 不只是一個代數上的群 它這個 Automorphism 它有一個 流行的結構 也就是說你這個 Automorphism Automorphism 上面 有一個C Omega 的 Manifor的結構 它有一個流行的結構 而且這個流行它是C Omega 那同時呢 同時它上面這個群 它會形成一個鯉群 鯉群 這個學棋 那個蔡孟傑 他就在教鯉群 還有教那個鯉代數 那這個鯉這個是一個挪威人 他是一個挪威的數學家 所以他叫Sophers Sophers Lee 你看到這個鯉不是東國人 他是一個挪威人 Sophers Lee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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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然後 這個Katan說 因為你這個是 它上面的字同步 對不對 那你跟它 形成一個配對的時候 你這個字同步 可以作用到它上面 你作用到上面 你又得到D上一個點 那你這個Mapping 因為它這個C Omega 你這個是CN的Domain 當然也C Omega 所以它這個變成一個C Omega的流行 所以你從這個C Omega的流行到C Omega的流行 它這個Mapping 也是C Omega 所以Katan 它證了這個定理出來 那你這個定理 你如果 你如果能夠感覺到它的威力 你大概 因為它的假設實在是簡單到不行 有界 就是說它只 它只要求這個Domain是有界 其他的通通不用 然後它就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很強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才說 我其實對蠻配無這種工作 那你這個定理的證明 我看到 eben 那個遠超書 我們這一門課 它在那本書 那本書 最後一章 它 那本書 那個那個那本書 那本書 印度人他生前是芝加哥的教授 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的教授 這個Nana Singham 那這個人也是做豆腐便 這個我在美國的時候我都見過 因為當時我們 他在芝加哥 我在普渡 其實差不多開車兩個多小時而已 這個我都見過 然後Ninambu我也見過很多次 這個Nana Singham Nana Singham他有一本書就是寫豆腐便 大概200頁左右吧 小小的 小小的這樣子 然後他最後一章 最後一個chapter 幾十頁 整個chapter 就是在證這個定理 就是說 以Nana Singham他的功力 他花了 幾十頁的那個page 然後證這個定理 那你就知道說這個定理他是不是很容易證 所以當然我們不可能在這邊證給你看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看一些單路便的例子 比如說你原盤 你原盤上面所有的自同構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很快就會出來 你原盤上面 單位原盤上面的自同構 他等於1的idata 然後乘上vaz 這個你一定要會 你在單路便上面所有的自同構 就是這個 這個出現在你第一次的作業裡面 你vaz 當你a屬於原盤裡面 叫a-z e-a-z e-a-z 就是說你 你 你這個 原盤的自同構 自同構 就是你 這個是旋轉 這個是旋轉 然後這個是mubius-max 所以他等於是旋轉跟mubius-max合在一起 乘起來就是他所有的自同構 那這個自同構 因為你原盤是有界的 所以你根據那個catan的定義 你知道他的自同構群 他是一個里群 所以他底下有那個流行的結構 所以你這個群他流行的結構就是x1乘以u 就是說他 他流行的那個結構 因為你在代數上 你在代數上你講一個群 他其實就是一個群 但是他那些群裡面的元素 沒有幾何的structure 你懂不懂 你在代數上你在念那個群 那些東西 他沒有幾何的結構 他只有代數的結構 那你這個里群 他除了有代數的結構 他是一個群 然後他又有流行的結構 所以他又有幾何的結構 然後他這個幾何這個manifold 是c omega 那所以你這個automorphism 他那個幾何的結構就是x1乘以u 而且他又能夠告訴你說 你這個automorphism 他這個理群 你x1乘以u 它是nun compact 它nun compact 它這個幾何這個東西是不緊緻的 你這個是緊緻的 你這個是不是緊緻的 所以他這個流行也是nun compact 這個也是nun compact 你原盤的automorphism 它是nun compact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原盤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原盤 它的automorphism是非緊緻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那種它的特性 因為你可以證明底下這個東西 假如你會正的話 就是說你在c上有一個domain bundit 假如它的邊界是c1 你如果有一個domain 就是說在這個c上你如果有一個domain 然後這個bundit你假設它是c1這樣子 如果你這個domain有界的這個是bundit bundit domain 假如你知道這個automorphism 它是nun compact 你就可以證明這個d 同構語言盤 就是說你那個domain的那種自同構群的那種 非緊緻性 其實是可以特徵你這個domain 你這個domain的automorphism 如果是nun compact的話 那它就通過原盤 所以就是說它這個automorphism 是nun compact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這個不是說我們隨便講一講 那當然這些事情 我在這邊我基本上大概都只能跟你講到這邊而已 其他的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交代 因為我們說實在 你會證這個 你知道這個事情的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就是說你這個nun compact 它通過原盤 我們可以講實話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定語是來自於多互變的 這個定語是來自於多互變的 那你台灣懂多互變 我都跟你講過 大概不超過五個 我們說台灣啊 你懂多互變的 全台灣大概不超過五個人 所以就是說你像這個定語 就是說你能夠證出來 幾乎很少 就知道怎麼證的 所以這個卡燙它這個定語 我就這樣子講給你聽 那這個證明我們就skip掉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我們接下來我們第一個目標 我們第一個目標就是 證這個 就是說把這個automorphism 這個東西啊 把它交代清楚 就證明這個 好不好